大家好我是博仔 今天我要讲的是乃哥大战秀惠姐的后续 更意外扯出了秀惠姐跟冰冰姐之前的恩怨情仇 废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 先来个简单的前行提要 乃哥因为节目效果说秀惠姐贱 不小心触碰到秀惠姐的罩门 她在脸书生气的表示不会再上天才冲冲冲 后来乃哥解释说 只是做节目效果并没有真的骂她 也因为两人挺熟的才敢开这样的玩笑 不过秀惠姐却反驳称 两人虽然在工作上有交集 但私下都没有什么往来 她出道三十几年 联络的次数用手指头可数的出来 秀惠姐表示没有要叫谁负责 也没有要乃哥道歉 把事情讲出来只是想抒发情绪 有网友质疑像秀惠姐这么资深 和上了这么多年综艺节目 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加上自己平常在节目上骂人的话更难听 为了见这个字这么大反应 被质疑是为了流量炒新闻 对此秀惠姐回说 为了你妈啦 另外有网友觉得 秀惠姐说怕父母担心 却p上网 昭告天下 相当的矛盾 秀惠姐反驳说 我只是在我的脸书抒发 你操弄 我是不是孝顺也不用你认定 有心事我不想跟朋友说 所以都会在脸书抒发一下 我不想别人当垃圾桶 所以在脸书抒发 因为我没别的管道 难道憋在心里 得忧郁症吗 有网友担心 秀惠姐这样会丢掉工作 她表示自己已经做好 退休的准备不怕 在直播的过程中 她朗读了 天才冲冲冲主持 循之一的懒懒 给她加油打气的简讯 暖心的举动让她感动落泪 今天你受到伤害 我也想好好陪在你身边 你对我们的好 都记在心里 我很感动 既然有人 会因为我受伤 而心疼到掉眼泪 那个人真性情的人 就是你 季雅 谢谢你 我爱你 我们都在你身边 夜深人静 需要抱抱一通电话 就算我不在你 对面放下也没关系 我会去拥抱你 不过却被部分网友炮轰 懒懒是背叛乃哥 更有网友痛批 懒懒是双面人 特地到天才冲冲冲的脸书粉砖留言 懒懒是不是该换掉了 吃完内说完外 修惠姐直播时被问到会不会害懒懒懒没工作 她回复说懒懒是个面面俱到的孩子 她又打给乃哥安慰她 并没有说她要挺谁 只是关心前辈 修惠姐更透露懒懒的经纪人是天才冲冲冲的老板 所以就算自己会没有工作 懒懒也不会没有工作 修惠姐强调 以懒懒现在的地位和人气大家都要抢着跟她合作真的不用担心 乃哥对此也透露懒懒私下也有传简讯安慰她 认为人与人的互相安慰是人之常情 大家不用过度放大 对于有网友说 你本身就很会骂人被骂一下会怎样 修惠姐表示自己骂人那个都是舞台上套好的 跟这个横眉树也骂你是不一样的 并强调台下你要跟我吵 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跟你吵 最近乃哥再次重生自己没有做错 并没有骂修惠姐 强调只是开玩笑在做节目效果 乃哥表示社会者有他的line 如果真的介意可以私底下跟她说 对于有网友说 就算你跟人家熟也不能去骂人家啊 乃哥解释说 有时候节目为了吵高气氛会无底线去做效果 但从眼神和态度就能知晓她没有骂人的意思 她强调并不是她要强辩事实 而是没有做过就是没有做过 所以拒绝道歉 她指出自己在节目上被骂贱的情况有太多了 只是都被消音掉 她举例修惠姐曾跟她开黄枪 她也是笑笑的 因为知道那是效果 杨秀惠跟我讲什么 乃哥看到我是有感觉的 哎呀 他都翘起来了 好翘哦 我帮他西装 哇 消肿一下 各位 你看我笑成什么样子 对 这个好像是很苦笑 没有啦 苦笑 我真的笑 不消肿很痛苦 对 你真的有肿吗 也很肿啦 你开这个玩笑 我们当时也没有觉得 乃哥强调 唐重胜事件让他常常告诫自己 不要为了节目效果过了头 或真正的脾气又来 要引以为戒 乃哥强调自己做错的事情 一定会认 一定会道歉 并可以不只道歉一次 一百次都可以 但没有做过的事 不要来栽赃他 就像唐重胜事件 之前东方不败找他们代言 他也说OK 不想挡人家财路 跟他没有过节 过了就过了 被问到会不会再跟修惠姐同台 乃哥表示这个心结大家结下了 并强调自己不获达 因为自己没有错 被问到有没有可能和好 乃哥表示 没有和不和好的问题 至于修惠姐之前透露他跟乃哥不熟 乃哥表示 儿子结婚 请的艺人不多 修惠姐是其中之一 今年修惠姐搬新家 也有请乃哥去 只不过他要录影 所以去不了 他还跟修惠姐说对不起 事件发酵多天 修惠姐昨天开直播态度突然软化表示 你这件事处理的不好 你应该要冷静下来 徐乃琳不可能故意要骂你 玩的时候情急会脱口而出 他也不是有心的 你这样他也会觉得很难堪 被开导后 修惠姐看开了并后悔表示 为什么我没有沉住戏 我觉得我蛮幼稚 60岁了还这么幼稚 不会处理事情 听完之后我不但很释怀 而且我也觉得很抱歉 我真的很抱歉 他强调不会再提此事 和希望纷纷扰扰到此结束 有演艺圈公道博之称的 献哥也对此事做出评论 献哥表示 在舞台上 谁先翻脸 谁这是苏家 并以全集擂台 比喻在节目做效果 在擂台上不挥两拳的话 观众要看什么 但下了台的话就不行 献哥表示 乃哥说你贱的话 骂更难听的回去就OK了 谁先翻脸 谁这是苏家 跟秀惠姐曾被传有过节的冰冰姐在脸书发文疑似 定班底阿文在脸书开丝 秀惠姐在脸书痛批很多人利用粉丝的偏爱 予取予求 这真的是很可恶的事 有的是年老的婆婆 有的是辛苦赚钱的人 为了你们的需求 让这些人卖血给你们花钱 下辈子你们应该是猪 鸡 鸭鱼 九天后阿文在脸书上发文表示 这一辈子在为人处事上 都要记得饮水思源四个字 秀惠姐留言呛他 你有吗 你配说这句话吗 要我跟你粉丝说你的作为吗 并说等他明天醉醒了就会后悔莫及了 最后更痛批阿文 你就认真借钱吧 你敬业的借钱吧 包括粉丝 据媒体报道 秀惠姐一向很照顾阿文 帮忙介绍工作 教导怎么赚钱 之前知道阿文想买价值350万的冰室 也帮忙杀价 后来他知道阿文一直以来都四处借钱 然而借的人不多 但没想到居然向他的粉丝动手 这才让他很看不过眼 秀惠姐表示 得知阿文跟他的粉丝借钱后 逼问他是否真有其事 不过他却否认 直到后来拿出录音 他才承认表示 有了应该是有一次我喝醉才跟他借 阿文表示 之所以否认借钱是怕他担心 并解释说冰室不是他想买 因为姐认识冰室的董事长 我有位长辈想买 所以我帮忙能不能帮忙讲价 而引发误会 冰冰姐在脸书为阿文发声表示 自己的孩子被欺负了 我却什么力道也使不上 只能暗自感伤 也感叹 科技昌明的今天 网路的盛行 要让一个人死或活 就在网路世界里 冰冰姐透露阿文是因为经济面临困难 才会向几位熟悉的人开口借贷 她强调 倘若有错 应直接报警 诉诸法律处理 或告知我来解决 而不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在网路公审 有传冰冰姐因此事震怒 曾扬言要把秀惠姐从固定班底踢出 殊不知 节目后来被爆出 被追讨高达6000万元歌曲版权费 一度面临停播的总境 有消息指出停播的幕后操盘手是秀惠姐 她喊冤 我没有那么厉害 你们太看重我了 不过节目改版后 秀惠姐就变成了非固定班底 连秀惠姐的荧幕情侣白云也消失了 秀惠姐当时在脸书发文表示 现在的我只想给我爸妈有生之年极尽的享受 我要上的节目我就上 不想上的钱再多我也不想上 尤其是一个人的节目绝对不上 有网友心疼秀惠姐表示 如因上节目被抹黑不如别去 就像有节目因为特殊的状况先停路 就说是你搞鬼真的很倒霉 秀惠姐认同网友留言回答说是 对此 冰冰姐受访时表示 人家说话我们也不用对号入座 我跟杨秀惠本来没有心结 她跟阿文的事就是自己家小孩在吵架 事情当下我就是心直口快 觉得该怎样就怎样 但过了就过了 秀惠姐透露以往为了赚钱 就算没有话题也会去上通告 现在则是过着自己喜欢的生活 只要是宪哥 陈辰哥 乃哥 新美姐 美凤姐 就会答应录影 不过现在可能要把乃哥 从名单中剔除 今年秀惠姐突然一有所指 发文某人会恶有恶报 并在一小时后再次发文指出 有一个天后的发型设计师跟我说 有一个天后两个礼拜要染一次白发 我看她现在要每天都染白发了 网友留言问她是不是在讲冰冰姐 秀惠姐否认表示 姓白的算天后 她不是天后 她是妈祖 最后乃哥 八号会出席公开活动 到时候就看她要怎么回应秀惠姐的道歉了 华氏也透露十月中旬 会播出节目完整的片段 乃哥到底语气怎么样 到底是说她耍剑 醉剑还是怎样 我们到时候再做判断吧 好 见门人白